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断或者接住都可以这样静活了 接住好一些 因为白旗吃这个 黑旗有个肠 是个经济独立 所以这个子要没有是个打结活 现在有的话黑旗是静活了 有一个反而不好 这个子经常不好 因为给它搬一下之后 你打吃它就有个肠了 现在黑旗静活了 如果不搬这个 恰这个 破这只眼 它一立 我们一二三四五六 成了六目的空间也活了 所以黑旗一搬就活了 它只要搬这个是后手 黑旗就活了 所以白旗呢 要想杀它 就不能接这个 不能接这个 那把这个 跑出来 把这只眼破掉 同时呢 这还有个恰 可以把这个眼破掉 那黑旗呢 咳走的不多了 看来一定要断 白旗冲 那接下来 如果普通的感觉 打吃 那白旗立是好手 立 现在黑旗呢 活不了 因为黑旗如果团这个 白旗扑这个 只有提 再扑 不能提这边 因为你提的这边的话 被它一提是个倒扑 所以不能提这边 只能提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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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着这个 白旗打吃 黑旗接住 这样死了 这样肯定不行 黑旗补外头 所以单立 黑旗呢 就提 那白旗扑 黑旗下扑呢 还是有扑 一扑这只眼没有 黑旗现在只有提了 因为你破这个眼被它一扑还是不行 黑旗提 黑旗提了 白旗恰 这只眼没有 错了 不能恰 先冲 还得团住 这时候呢 黑旗再一恰 白旗再一恰 这只眼也没有 现在这块死了 这块死呢 那就看外头 这儿有个断 但是现在看来没用 因为你断的话 它可以打吃 顺调打吃 只有长 它接住 这得往处拐 不然被它冲出来了 或者 无论是拐 还是接住 它都有斑 你打吃 它打 显然不能接 比接它一粒 这是静活了 因为这儿有个吃 那估计只有打结了 打结这个结材呢 就太多了 关键是它还是有力 你还得爬 它还有接 打这个结 结 你爬 它提 它当然先提结 你得找个结 提回来 那它就还有接 要想杀它 还是只有力 现在呢 这个气是一二三 本身是三气 五加三是六气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气 本身杀气呢 白旗呢 不够气 但是说白旗有长 它可以继续长 它可以继续长 黑旗死了 这个断没有 断它打 大头鬼是没有的 长它就吃 白旗是四气 黑旗是三气 另外呢 一边走的一边打结 它也没有那么多结 所以打提铺提的打吃接入 四气对三气 所以这样 黑气不行 黑气不够气 这是这个结果 那就说 一旦这儿 这只眼被掐了 这外边是没用的 这是这个形状 这是这个形状 就这样 用一个的眼部 这麽在这黑旗不够 它就剩下一点 这铷的线 就是白旗反的一段 这里是一段的 气呢 黑气也尝一口 不如刚才 但是呢 应该问题也不大 黑气呢 还是要死 养成力的习惯 提了铺 那就说明黑气呢 打这个是不行的 黑气打这个不行 做这个当然不行了 你无论做哪个 你做这个 你做这个也不行 你走这个 他把这个吃了 这是指这个指眼 是个恰眼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这边恰或者它团 你也团不住 所以这个是没用的 现在呢 它就只有力 这步是好手 不太容易看着 另一步 这个气呢 也是这道题的关键 弯一个 接下来看白气怎么走 那白气立 阻断 如果立 这时候黑气再团 你如果这时候打的时候 它就有个跑 跑这边 现在要把五个提掉 提掉之后 你可以看出来里头 你可以看出来里头是个倒托靴 它可以吃这个 这样呢 黑气这儿一只眼 这吃三 吃了三个一只眼 这样黑气是近活 因为你打它就提 把这三个吃了 把这三个吃了 这时候你看出来呢 这只眼是比较明显的 这样就活了 所以当黑气弯的时候 白气不能立这个 不能立那就只有恰 白气要想杀黑气就只有恰 因为一立的话有个倒托靴 那接下来黑气这立完有什么用呢 如果度过被它一接住 这回没用 连不回去 所以这气就要冲 冲这一步 我们先来看冲呢 它挡住 倒是看上去比较简明 但是黑气可以打 接 形成这样 那黑气呢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黑气怎么样能够度过去 这要一直呢 连贯的来思路 利用这三个字 怎么把它度过去 现在呢 断是肯定不行的 与断的话 它一打 接不上 这是个接不归 不能接 接被一打呢 这气就死了 不能断 不能搬 因为你斑 它大吃 还是不能接 一接一打死了 如果度 它一提 白气提 看上去是个打而还一 黑气可以提过来 但是下成这样呢 这还有个断点 这时候白气呢 可以吃 最有接入 再打 这样黑气呢 度不过去 你黑气接 白气接 白气这三个字是活的 你吃不掉 打还是先手 你跳它跳 那这吃不掉 你也没别的 你走这个 它往来尖 你搬它搬 轻松做活 白气是活的 更何况那一打呢 还是个接不归 就接不住 这边也是接不归 你不能接 接它一打 你接不上 这都提了 所以黑气呢 这样度不过去 不能接 接一打 所以斑是斑不过 但是呢 这起黑气呢 有无妙手 那就是尖 这是常用的一步 这一步尖 这步要注意 它又不尖 尖的意思 那就是你如果现在打 它又不跳 你现在提没用 你提了 它提回来 打而还一 等于刚才这个棋呢 它不往这下了 它下到这儿了 白气挖先手 挖它就打 接它就 现在就跑了 因为这个子 它可以不要 你打它 你提了它 打完一火 这样就 跑出去了 从这头跑到那边 这样黑气就活了 所以一冲 所以当黑气立这个时候 白气嗆 黑气冲的时候 白气呢 一看如果挡住 很想挡住 挡住它有个打 接了 它有不尖 这不是妙手 白气在这儿呢 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经常想吓的呢 还有不弯 弯呢 它就挡住 挡不下去 因为你挡下去 它有个段 白气不入气 这步不能下 白气就死了 这步不能下 这步不能下 现在白气死了 所以弯完一挡 没用 挡不下去 挡不下去 吃这个就没用了 因为你吃这个 它吃这个 又是个打儿欢一 它又跑了 所以弯这个没用 弯给它一挡 靠当然也没用了 靠它又吃 扳也没用 扳的话 它是断这个 不要断这儿 断这儿 给它一打吃 那还出问题了 断这个 打这个没用 打就揭露 总是得揭这个 这两个总得揭白气 白气什么揭 黑气打这个 这个没用 你吃它一提 这还是个打儿欢一 这样白气你就可以 白气就没有办法了 黑气就跑了 所以给它一煎 扳不能扳 弯不能扳 只要它打吃的时候 看着这步跳就行 黑气可以从那儿跑掉 那么冲的时候 白气一看 挡不住 那立下去行不行 立下去它有断 你只有打 它长 吃掉 现在呢 这个是不入气的 你看这儿 往处冲 冲这个 退 现在只有退 挡不住 因为挡多的话 给它一断 这几个跑不了了 因为你只有吃这个 你吃这个 它可以跑 所以挡不住 挡不住的话 那就只有退 因为这样不行 这样被它跑出来 这还有个先手打 只有退 如果退的话 这个不要留了 它可以现在可以断 有打吃 滚打 收紧气 提了 继续打 接住 那接下来 你就看这头怎么办 这下呢 不要打 你打了它一接 就不能冲了 因为你再冲 给它一打 这有个提 这黑气不行 黑气一接 被白气一吃 就一口气吃光了 当然它再几步 这个也行 所以这步是不能打的 那只能冲 挡住 那下边就看 这一块怎么办 吃是先手 团 现在黑气呢 就要吃这个了 跳 这些不顶用 跳的话 给它冲出来了 这边是没齐的 因为这个不入气 你打吃一尝 这个不入气 这个不入气 相当于白气 这儿有一个 那这边白气的联络 没问题 就只有个打吃 所以你跳这个 肯定没用 它打吃 你尝它压 再尝都是后手 没有用 因为那边 它打先手 这边什么用都没有 所以这样是不行 这样不行呢 只有考虑 从这边打吃 打吃 白气尝了 增子是没有的 因为你打它能跑 你再打 它要提了 你可以把它吃光 但是白气继续跑 黑气再打没用 它就往外跑 关键就是说 它这儿有个提 这样这个增子 是不成立的 增子肯定不成立 不成立 下成这样 就只有一步了 只有这步了 加 加完呢 现在看它 怎么往外跑 这边是跑不出去 所以它冲你打 一起吃了 提了一打 是个结不归 冲 这头 搬住 不能提 你提了的话 它接这个 这还是冲不出去 因为它只有一口气 断不行 它随时一接 一打就死了 看着是有不挖 看着有不挖 挖的话 要吃这边 一打 这是个道铺 这黑棋死了 所以它挖的时候 黑棋如果打这个 不能打这个了 要是吃这个 它从这儿逃出来 打这个了 那不是很满意 所以黑棋就打这个 提 然后再打这个 那就要看那边的结果 会怎么样 打这个 现在白棋不能提这个 你白棋提完这个 虽然这儿有个打吃 但是这杯一吃 这一气吃了 这白棋这儿死了 所以黑棋打这个的时候 白棋要不打这个 要不打这个 都一样跑掉 或者说呢 这个情况下 你挖的时候 黑棋打这个 白棋也是 要不提这个 要不打这个 从这儿可以出来 白棋这儿能出来 但是黑棋呢 可以提这个 黑棋就可以提这个 那白棋打 还得接 立 也可以 立呢 让它提 打吃 现在吃这个 这样白棋死了 白棋只有接 白棋接完跟这块杀气呢 不够 不够气 而且呢 黑棋最不行的 黑棋双火种是有的 因为白棋只有 1 1 2 3 4 白棋是四口气 黑棋呢 就多一些 那么1棋 2棋 3棋 4棋 5棋 6棋 那么黑棋呢 这棋快2棋 那自己活肯定是没问题 能不能杀白棋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这样黑棋就活了 当然 接住也行 你白棋扳 它有点 接 对 爬 下部呢 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这个棋 不能扳 扳的话 它有个加 扳它有个加 很利 但是这棋呢 走这一步也行 扳也可以 现在 成了这样 打 现在上边没关系 这样黑棋不行 那就是黑棋 白棋不行 就白棋 无论接这个 黑棋 无论是接这个 还是立这个 那白棋就都不行 现在长 它可以吃 现在这个情况 上边棋 你松的也比较多 打吃就接住 外头跟这块 没法杀起 煎了就接 1 2 3 4 有没有那5 6 7 这一冲呢 气很少 这样白棋是不行 可以接 也可以立 实战中的感觉是 立的更多 白棋不行 那这个棋呢 变化就不多了 打完一跳 刚才呢 是摆的冲 冲完一般 靠这个挖 但是黑棋 打是先手 这样黑棋就活了 那白棋如果不走 这个单棋 这黑棋呢 要小心 因为呢 不能走这些 你如果走这些呢 你只要被它 这个先手提了 你只有打吃 如果这个被先手提了 那这儿呢 就冲出来了 这儿就能冲出来 你挡住它就打 这个只有跑 这步没有 那它再打 提了 无论是提了还是长 它只要一吃 这头没用 打还是先手 这样白棋就跑了 分不住了 这样 所以白棋提 那现在黑棋 不能走别的 也不能打 黑棋只能呛 要吃它 呛 现在白棋只有打 黑棋长 跟刚才呢 差不多 只有吃这个 你如果提这个 它就打 你接了 这是个针子 那把这边呢 就针掉了 现在是针子 当然现在呢 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万一针子不够气 那也不要紧 黑棋就是打这个了 那白棋 白棋淘这个 淘这个 那黑棋立下去 那白棋呢 也吃不了黑棋 但现在这个局面下呢 黑棋针子有力 所以白棋这样是不行的 这棋呢 有几个要注意 那就是当走到这儿的时候 看上去那是很大的 我们把原来的图摆出来 看一下 很大 这儿一个字 黑棋呢 接 白棋打 黑棋 这个字没有 黑棋接 白棋打 黑棋提了 那白棋呢 想继续杀 是挡 再断 冲 那弯是好手 弯 走别的不行 那白棋恰 来继续吃它 刚才摆的是冲 你渡过不行 冲 挡住不行 一打一尖度了 这样它立下去 断 打 长 吃掉 然后它冲 从这儿往处冲 这棋呢 白棋呢 现在呢 可以提 现在提 就是说这部 能不能提到 那如果白棋 现在反应过来 这其实应该提 那接下来看 黑棋呢 怎么走 黑棋可以断 那白棋呢 吃 这大概 黑棋呢 就可以把这俩吃了 但是白棋呢 把这儿吃了 这样黑棋呢 就可以跑了 是冲的时候 白棋这部提不着 如果这部提 黑棋呢 硬 黑棋硬 那这时候呢 白棋来退 现在就有些麻烦 你再断打 提了 你再直接 冲 再打吃 打 现在只有打 这棋分不住 现在 因为你现在走 这个它就不提 你现在不能恰了 因为你再恰的话 它打 跑不了了 跑被它蒸 被它蒸掉了 所以不能恰 不能恰就比较难办了 不能恰 不能恰就只有 挡这个 不能恰 只有挡这个 那白棋呢 可以从这儿跑掉 黑棋呢 从这儿立下来 那边呢 也能弄个双活 里头也不太好 打是先手 那白棋要吃黑棋呢 由于这个气呢 很长 也不容易吃 就是说 它打这个的时候 你只要不要接上就行了 你只要是提这个 那就问题不大 外围气很长 一气 两气 三气 外围有四气 它这儿呢 打能打着 这是一气 两气 三气 三气对四气 那黑棋气还是长 这样的话 黑棋呢 还是吃不了白棋 白棋还是吃不了黑棋 具体呢 来鼠气呢 有眼双活的鼠气呢 那样的大概的方法呢 就是 这已经跑掉了 那这边就是看 黑棋能不能吃白棋 鼠气的方法呢 就是先比眼威 一看两个人眼威一般大 眼威一般大的时候呢 就有眼双活 眼威一般大 那接下来呢 就开始比谁的气长 一看 一 二 三 四 不要数公气 只数外气 一 二 三 四 白棋四气 黑棋呢 一气 两气 三气 四气 五气 因为黑棋比它多一气 那这数黑棋一长一气 黑棋气长一气 那比气的时候呢 要不这样呢 就把公气呢 要加给白棋 加给气短的一方 这数白棋就变成 一 二 三 四 白棋变成五气了 黑棋还是五气呢 一气 两气 三气 四气 五气 就是一 二 三 四 白棋呢 现在一共是四气 加上一个公气 是五气 而黑棋呢 一气 两气 三气 四气 五气 六气 这样黑棋呢 就长一气 黑棋六气 白棋五气 这样是黑砂白 黑棋快一气 这就是 把气加给气短的一方 倒数来开始数 如果是气短的一方 气还短 这样就被砂了 如果气短的一方 气长 这气就是双活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儿有一个 那就是气短的一方 现在轮白棋走 气一样轮白棋走 但是这时候气短的一方 气长 那这个局部呢 就是个双活 这是说 有眼对杀的一个方法 先比眼 然后眼位一样 就看谁的气短 把公气加给气短的一方 这时候来开始比较 看看是双活 还是被杀了 就这两种情况 这个棋呢 主要就是要看着 冲完了打吃完一接 看着这部小间 这是这个棋的一个关键 好 今天这讲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